你是说 他另有所取了 只是猜测 这小子 从小就有尼尔主义 能干得出来 不过这样也好 我心里的沉重 会减轻一些 老总办 敏家大姑奶奶和大姑老爷到了 请 是 大姑老爷 大姑奶奶 岳父 老伯 大哥 请 老二可能在外面另成家了 你们没想到吧 不会吧 你们觉得他不可能是吧 当然 现在也只是个猜测 可即便如此 我也能容他 敏家会感激您一辈子的 我求的不是这个 我是想 如果他真的另有所取 那倒是给你们创造了一次 与他见面的机会 能吗 我打算 为此事去求见巡抚大人 至于能不能救他一命 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光炸录事情还没怎么难办 可他和帕鲁 是转着十几条人命进的大牢 知道 所以他路过家门 他把眼睛一闭 是免得给这个家带来牵连 他是爱这个家的 正因为如此 我才让云尔看住你 别自找不痛快 您放心 我听您的 是 他人的 他们的 是 他不作为 他 这 是 他 他 他 有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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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经过马殿的时候 用什么话喊的话吗 是歹家话 你们赶紧准备好歹家的服饰 我去请求巡抚大人 允许家眷探监 你们也要抓紧时间 学会歹家的家常话 华唐 让你们办成歹家人的用意 你应该明白 这件事千万不能泄露 不能让法护人抓住把柄 不然马殿就完了 明白了 你们懂得歹家话吗 马帮里有歹家人 我会 我也能听懂一些 老 particulier 他很难找英语 没有 哈 对 他 laat 是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劲地掉眼泪 拼命地干活 这 该伙计干的活他都干了 他跟二少爷的感情很深 一定要注意他的举动 不能让他再捅出什么娄子来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我岳父跟神府去见巡抚了 他们回来没有 要不我去看看吧 好 你去前堂 有什么消息赶紧告诉我 大掌柜 这么多年 咱们是不是一直都在判他的下落 口口声声说我是家里人 出了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瞒着我 家园不计 祸不担心 何全 我瞒着你 就是怕你太冲动了 再惹出什么事来 可看着二少爷走到这一步 我的心里实在受不了 他不光是你的兄弟 他也是我的徒弟 只要能救二少爷 我做什么都行啊 听着 二少爷炸了法国人修的铁路 还杀了十几个官兵 他是惊动朝廷的要犯 这么大的命案 谁也救不了他 你不许给我惹什么祸 听见没有 难道 就让他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 谁能有这样的回天之力 大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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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徐邦白来的 Gut 那主要是 职尼 又有什么铁路 随老总办拜见了巡抚大人 多亏了杨神父在 还真给了不少面子 有救吗 案子太重了 又是朝廷亲定 命是保不住了 但是答应了神父的请求 改斩刑为枪杀 保住了全尸 经过反复请求 也为了不引起边民的暴乱 巡抚大人 答应了家眷临行前的探监 但是需要老总办和神父的在牙担保 现在老总办已经让人 去准备逮家的服饰了 他让你好好准备一份断头的韭菜 让他最后再尝尝家里的饭菜 能让我去吗 恐怕不行 必须得是女眷 问醒期了吗 问了 说是要等朝廷来亲定 看来还有些日子 还说探监必须在朝廷来人之前 老总办请你抓紧时间准备 看来 二弟 是 只准女眷去探监 而且还必须会说歹家话 还是叫云儿去吧 华唐 让我也去看看吧 就算是为了死去的玉丘 我想跟华州说几句话 大嫂 这次是老总办找到了法国神父 才得到了探监机会 就连云儿也是要乔装改办 才能进得去 就怕人认出来 你也知道 他们一直惦记咱们的马店了 万一您这一去被别人认出来 上奏给朝廷 那 咱就危险了 再说 他们说的歹家话 你也听不懂 云儿可以乔装 我也可以啊 听不懂不会说 不是有云儿吗 大不了我装哑巴 我就是为了死去的玉丘 让我去看看她吧 好了 就让你大嫂去吧 就像她说的 就算是 为了玉丘 为了死去的竹家人 去看看华州 村庞 你抓紧 教云儿说大家话吧 好的 大哥 那 我们去了 我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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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她那 Schule 她说走 你来不走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是 平常没少接触歹家人 歹家话也能听懂一些 可就是说起来 有点难 别管那么多了 只要不让狱卒听出破绽就可以了 来 练 咱们现在就练 这么多年没见 咱们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 算了 别想那么多了 开始吧 要说的话多了 该从哪儿说起呢 二哥总是要教他吧 这我会教 二哥 接着我就说 我来当二哥 小妹 二哥 你不该离家 这么久 连家都不回 你不知道我们 有 有多么的 想你 你不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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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带你 你不离家 你不离家 你没有人 老伯 你们来了 我把神父认出你们 已经把他轰到里边 跟大人聊天去了 你们就从这儿绕过去 往里边走 这后边就是大路 我已经跟人说好了 有人在里边接你们 那您呢 我和神父靠做人质 留在衙门里做担保了 要跟他们都说些什么话 你们都已经练好了吗 都练好了 好 到里边要抓紧时间 朝廷的人也快到了 就算送他上路吧 快去吧 你留下 你就别去了 好 你们小心点 我们走了老伯 好 爹 我走了 去吧 快去吧 上里 上里 到里面 怎么 都哑巴了吗 头儿 您忘了 他们都是歹家人 说了您也听不懂 这些东西我都看过了 都是些饭菜而已 要不然您再看看 算了算了 走吧走吧 是 来来来 跟我来吧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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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来了 听个人 há 听个人 听个人 二哥 二哥 你多喜欢了我 命才这么不尽 你让我替你去吧 傻丫头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二哥丝毫无悔 二哥 要不是为了我 要不是为了我去提婚 你也就不会离家出走 不 不是为了他 玉秋给我的那个日子 始终是最美好 最珍贵的 二哥是容不下洋人 中国绝不能爱洋人的欺负 二哥 你既然能活着 为什么不回家看看呢 你求嫂子他 别说了 我都知道了 落成这个样子 正好也让我提早去找他 里边怎么样啊 心里咕噜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头儿 甭管咱们了 咱们喝咱们的 这讨厌 滴滴哭哭的 旧性都没有了 走 把桌子往外搬一点 来 大嫂是跟我一起来看你的 二哥 二哥 华州 大嫂 华州 愧对 出家 接着劳烦你来探紧 小弟实在是承受不起 华州 二哥 你那天出事的时候 我就站在土岗上 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惹火上身 害了十几条人命啊 我 都不太要 不太安 我 都不相接 然而是 他 他 和我有 这些人 他 发生了 我 都是 到 你 要是现在 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的话 我想可能只有一个人不会怪你 谁 玉球 你走了以后 他把家里的人带起来 他想着办法让大家快乐 你生日那天 他一直凭着自己的想象 在家里给你办了一个生日舞会 好像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只有他知道你需要什么 能让你开心起来 华舟 作为嫂子 我现在不应该说这些话 可你真的以为 你当初的逃避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你真是想的 你死的 他还不存在 你死掉 你死掉 我藏在这个 这么多年了 你隐姓埋迷 你是为了你的性子而去 请以马殿的担子 却压在你大哥一个人的身上 敏家也因此断了香火 华昭 你就不想想 因为你的逃兵 给家里带来多大的伤害吗 大嫂 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再质责二哥 也是于事无补的 不 大嫂说得对 说得好 但是 我也有话要告诉你 当年我受伤之后 本来已经放弃了 求生的欲望 没想到却被好心的代家人所救 使我又幸运地活了下来 伤好之后 我马上回到了昆明 然而 我看到的却是玉丘的坟中 当时我真是悲痛欲绝 我没想到她的性子会那么高丽 而是我无法回到家里的原因 是我在玉丘的坟中旁边 看到了我自己的墓碑 那也就是说 在你们所有人的心里 我已经死了 我已经和玉丘一起摆脱了家族恩怨的纠缠 那我又何必回去再让你们已经平静的心里 再掀起波澜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再不得不重新回到了戴战 和那里淳不善良的村民生活在一起 并娶了曾经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姑娘 做了妻子 因为敏家留下了子嗣 华州 他们在哪儿 你告诉我 我去找他们 是 二哥 不 没有用 他们是不会来的 华州 你是因为顾及玉丘 还是因为我爹 这些年你不在家 良家的恩怨早就淡漠了 而且在玉丘的心里 也是希望敏家的香火能够延续下去的 不 大嫂 事情没那么简单 受过的伤也没那么容易就被扶贫 不 妻子 是个淡朴的戴家人 这么多年以来 她对我恩终情深 我不忍心让她离开她生活的地方 卷入梁家的恩怨纠缠之中 我也更不愿意让我的儿子 将梁家的恩怨继续下去 华州 二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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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反正我也是快要走的人了 你再怎么问 我也不会说的 二哥 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了 小弟在此 敬你一杯 神神差不多了 去吧 让他们出去 去这儿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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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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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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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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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ね 到家乡 就甭管他了 爱干什么干什么去 盯紧了就是了 是 去吧 刘德侯 你先待会儿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前面你就多费心了 保护何全 多费点心就是了 是 大掌柜 大掌柜 巡抚大人到了 在江堂等您呢 刘德侯 先去应付一下 我马上就到 是 是 事先也不传个话 巡抚大人怎么就来了呢 我得去看看 草民闽华堂 叩见巡抚大人 磨磨蹭蹭的 快起来吧 谢大人 京城派来的 钦差尚宝财尚大人 明天就要到了 我还要上路去迎接 你快把马厩和客房准备好 真是没有想到啊 你们马店的名声 已经传到京城里 连尚大人都不住驿站 要住你们的马店 大人您过奖了 请大人放心 小店一定尽心 照顾好钦差大人 这次尚大人 那边连兵马带随从 来的可不少啊 先把伞客都给我轰走 是 你们携从速败 是 大人 宋大人 免 谢大人 六大后 在 马上把伞客转到其他客店 要客气 然后把所有的客房都收拾出来 是 准备采买准备伙食 把秦柴的伙食料理妥当 各位就请跟我走吧 过来过来 干会儿都要利索点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是 大人贵 回来回来回来 明天一大早 都给我把新衣裳换上 从头到脚都利索点 是 大人贵 嗯 黄丘 黄丘 自打你看完华州回来以后 这是怎么了 华棠 我想出趟门 可现在家里又有这么多事情 我觉得这个时候出去 有些不妥 你是不是想到外面去寻找华州的妻室和子嗣 公爹临终前托付我 一定要为敏家生业而扮女 可是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都未能了却宫爹的心愿 那天华州 亲口承认有了家事和子嗣 你说 我又怎么能不去找他们呢 可是上哪儿去找他家人的下路啊 华州 是在修铁路的工地上被抓的 我相信他们居住的地方应该不远 只要沿着路线寻找逮家人的逮债 我想应该不难找到 有道理 有道理 这样吧 让何全和刘德厚打理店里的一切 你我小妹村鹏 咱们一块去找 不 现在店里马上来钦差了 你怎么走得开呢 现在何全又是这么一个状况 恐怕 只有云妹和寸鹏能够镇得住他 更何况 这件事情 咱们能够铺张地去找 华州的罪 是会牵连敏家的 我看还是我一个人 安地里查房比较好 既然现在抽不出空来找 我看还是等等再说吧 咱俩无后都这么多年了 不也一样活得好好的吗 现在家里这么乱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让你去冒险 华州犯的毕竟是死罪 稍有不慎 会给咱们梁家带来灭顶之灾 不 好了好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明天青天还要来 还要打起精神来迎接 你也早点休息吧 咱们 hardships commitments engaging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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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来这儿的顶子还不少啊 是 启禀大人 此乃昆明的头等老殿 特别是敏家的滇味佳肴 更是堪称一绝 怎么着 能顶得上御膳房的满汉全席吗 不敢不敢 着实不敢 与大内相比 只不过是村风野味罢了 云南巡抚丁震夺 拜见钦差大人 再见钦差大人 再见钦差大人 丁大人呐 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不过是一个五品金官 您堂堂的四品大员 给我行如此的大礼 这如何使得呀 大人哪里的话呀 大人奉的是圣旨 前来云南催办御用木材 并奸战刁民毁禄案犯 下官岂敢怠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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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这还是个煮着棍的虾子过河 还算知道深浅 是 木材必须速败 宁暗一室 则个日子开刀问斩 下官从命 大人一路安马劳顿 请到后殿歇息 来啊 在 那就听丁大人的 是 对 田中飞